你知道你們家 最近的防空洞在哪裡嗎 你知道如果防空警報響了 你該怎麼辦嗎 這些你想過嗎 但是今天早上6點45分的時候 很多人在想這一些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在台北市 突然戰機轟隆隆隆隆 一批接著一批手裡嚇死了 以為阿強會打過來 要說你剛剛問了兩個問題 我還真不知道 在哪 我真的不曉得 消遷之後趕快去搜尋一下 趕快問一下我土城的市議員 趕快來告訴我防空洞在哪兒 但是我常常如果看到 這樣的新聞 我會覺得我的人生跑馬當在哪裡 我也會想一想 因為今天早上6點45分 在大台北的大概大安區 雙山區附近就會聽到 戰鬥機飛過 劃過天空的聲音 那個聲音應該跟民航機差很多 因為戰鬥機的聲音 會帶一點震動 然後有音波 會轟 因為它的引擎馬當 馬赫非常的強 那會轟過去 民航機是這樣 有一點像爆炸聲 砰 砰 對 那兩個不一樣 大家都在早上的時候 都有聽到這聲音 很抱歉 那時候我在車上 所以我在客廳車上沒有聽到 我們家因為不在台北市 所以沒聽到 但是後來聽到之後 就有網友上了PTT寫了這一篇 剛剛6點45分 戰機高速掠過台北市上空 請問發生什麼事情 主要是這句話 哪兒找防空洞 有掛嗎 可是我覺得這個網友很妙 他都怕了 嚇了 已經會要找防空洞 要去逃命了 第一個時間 上PTTPO文 先PO文 你看他時間是6點47分 所以等一下下行之後 馬上PO文 是怎樣 防空洞在哪裡這樣 遜眼輕鬆的 這也滿特別的 滿特別的 那更好笑的是 其他網友的推文 PTT 大家6點多都還這麼的正面 這邊全部都是6點40幾分回的 對 很秒回 而且很多 對 回什麼呢 發大財 被吵醒了 剛剛聽到超大聲吵死了 我們有一些自演馬賽克 是因為他講張字 PTT常常會有這個 大家不要去看就好了 還有板橋 連板橋也有 這個也就有聽 板橋三重都有聽到 這個真的真的穿得滿遠的 怕爆 信義區也有聽到演習霸 這個是正常反應 因為最近真的是悲攻蛇影 大安區聽到嚇死 因為大安區聽說是最大聲的 失眠到現在 也才差5分鐘 他寫的時候是 我覺得他好像是 50幾分快沒起點 但我發現大家都是習慣 直接上PTT查說現在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最近最好 而且還真的查得到 是什麼回事 真的 而且5分鐘失眠什麼 這網友真的是挺有趣的 這應該寫個推 正想問 還想說是不是飛彈 飛彈對不起 聲音跟這個不一樣 超大聲 飛彈是什麼聲音 飛彈應該 我覺得馬赫的聲音應該更強 應該是 希望我這輩子都不會聽到 而且你搞不好應該聽不到了 還在辭彌的時候就聽不到了 你連PO文的時間都沒有了 超大聲 剛有聽到東區超大聲 所以網友的反應 你看大家就害怕了 因為這個一定會害怕 因為最近所有共機繞台 還有包括美中的貿易戰 引申到軍事戰爭 然後大家武力 然後網路的PTT貼文 大家都在做這個 所以難怪會害怕 那三軍統帥是誰 老百姓害怕 你除了到澎湖買飲料之外 你還有一個功能 要告訴大家 安定軍心 安心 安心是什麼 他就趕快蔡英文 就有他自己的上面就有寫說 這個是國防部的 他自己也有講 國防部馬上就寫說 不要緊張 網傳台北上空 戰機隆隆 是阿公打過來了嗎 不好意思 不是 這是國軍配合今年國慶的慾言 安心 慾言辣 他裝可愛的 對 他真的 以前往年的慾言 沒有先通知媒體嗎 沒有先通知大家 先有個心理準備 因為畢竟是六點多 如果你沒有先預知 告訴大家的話 真的會把他嚇死 我記得每年都會有 為什麼今年會特別引起注意 我覺得應該是 我們大家的心理已經怕了 就是我剛剛講那句成語 就是兵凶戰尾的氣氛之下 人人自危 悲攻蛇影 現在大家聽到什麼 看到什麼 你每天電視告訴你 現在18台戰機 19台戰機 飛到你的12海里 你飛到你的上空 在基隆劃過去 心裡面就開始害怕了 這經典 像新竹 打鐵雷 大家也就阿公打過來了 然後花東他們誤觸警報 也是阿公打過來了 高雄停個電 阿公打過來了 阿公打過來了 無電 所以大家現在心裡害怕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這樣子的反應是反應在 大家對於現在的狀況不安 所以蔡英文總統 一定要趕快出來 所以國防部寫了這個 然後蔡總統自己寫什麼 安 大家安 我們還有三次 如果你要這樣子發文的話 還有三次 現在也趁著國民大會的時間 要做的時間 做政令宣導一下 政令宣導一下 還有三次 下禮拜二 下下禮拜二 下下禮拜四 所以早上台北市的民眾 如果聽到轟轟轟 繼續睡沒關係 對 但是大家還是提高警覺 萬一有什麼打雷 萬一趁著這三天 阿公真的打過來了怎麼辦 我就是想要這樣說 所以不要 這樣也滿奇怪的 我怕放養的孩子幾次 三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大家還是得小心 提高警覺 我覺得大家人人居安思為 然後蔡英文總統 國防部還寫 有國軍就安心 這樣子的一個兵凶戰危的狀況 大家開始打網路戰了 有人就在推特 推特 我先說好 推特發了這樣子的一篇照片 解放軍 然後你看上面有星星 解放軍豪淘大哭 每個人都在哭 因為他們要去哪裡 他們要去印度打仗了 中印邊界 要去打仗了 所以要死了 我們可能最後一次見到大家了 所以掉眼淚 真的是這樣嗎 結果我有點進去看 那個 不是這樣 後來在另外一篇 他說好像有一個解釋 說其實他們是安徽的新兵 是因為他們唱了一首歌 那首歌讓他們想到 他們家裡面的爸爸媽媽 所以他們是孝順 可是我覺得說 不是要到中印就想起爸媽 就哭了 這也滿奇怪的 這解釋跟那個 就是推特 但是台灣年輕人的眼很特別 對 台灣年輕人說 如果阿公打過來 雄風飛彈直接把 核一 核二 核三 全部炸掉 他理由是什麼 玉石俱焚 這樣子連大陸的整個東岸 還有福建沿海 大家一起 籠罩在河豹的陰影下 大家買來 全部都開掉 看你這樣 我們不是死得更快嗎 對 我們自己也是 所以 這樣很好 所以發完這篇文章之後 最強菜農林家欣就告訴大家 這個絕青大家不要罵他 他可能是真的是非常軍師級的人 而且他多吃幾個豬鎬丸 應該未來會越來越聰明 所以大家不要罵他 不要罵他 但是其實兵凶站圍之下 大家都在網路上 我們剛剛講 推特他就用微博來反擊 你看我們現在 之前國防部也發出這樣 雖然我們的轟6來了 但是我們F16兩架上下包圍 因為這張照片是我們拍的 我們能夠拍的 當然就是在上下 我們各出了一架 把它包起來 把他夾起來 代表我們注意你了 而且我們給你夾起來 我們盯著你 盯得很緊 I am watching you 可是這張照片到了中國的媒體 中國大陸 什麼不見了 F16不見了 我 空6在台北的上空悠遊自在 完全沒有人管得了我 這些全部都是現在 兵凶站圍的網路站 剛剛特別講到 因為現在大家人心惶惶 所以回到前面的問題 如果真的打過來的時候 你第一個時間你到底要怎麼辦 一邊民眾 你家到底的防空洞在哪裡 防空警報來的時候 你到底要躲什麼地方 那家裡要準備什麼 要根據什麼樣的準則來 現在有很多軍事的專家 就開始寫文章 教你平民怎麼自保 軍事的評論家邱世青 他最近就發了一篇文章 他當然文章開頭要先寫 就說他不希望發動戰爭 但是發動戰爭的過程當中 真的要有準備 剛要之後就提醒我了 對啊 那我們在整個蘆洲 我們的反空洞在哪邊 我想一想 我參加的公民事務也滿多的 還真的沒教過 那戰爭第一波下的 生存法則會是什麼 先跟各位談 如果真的假如有的話 那麼第一波來的會是飛彈 飛彈就麻煩了 為什麼他們估計 這些軍事評論家都估計 飛彈來的時候 會在凌晨3點到4點 我有一個疑問 他會先打民宅 還是先打軍事要塞 當然打高價值產物 什麼叫高價值產物 在戰爭當中什麼最重要 各位 戰爭當中什麼最重要 雷達是不是重要的 指揮中心是不是重要的 通訊中心是不是重要的 然後你的反攻設施 是不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 很多地方大家都看到 車子跑來跑去 為什麼 現在飛彈就拖著走 我不要在一個固定營地 讓你給抓到 好 現在重點來了 因為現在的飛彈過來 都是兩倍因素 但是台海 台灣海峽很窄 所以估計過來 只有四分鐘的時間 如果第一波的高空防空飛彈 第二波的中低空防空飛彈沒有 高射炮沒有打到的話 那麼防空警報響的時候 飛彈進來過領海 它就會開始響了 那響的過程當中 後面它就一箭跟著一箭 為什麼是凌晨來 三四點先打完一輪完之後 他們真正後面要做反登陸的凌晨 一定要趁著凌晨才能夠攻進來 因為那時候是民心最薄弱的時候 好 問題來了 軍隊的事情讓軍隊處理 我們一般的民間 我們就處理民間的事情 所以這時候很重要 第一個 手機你要打開 為什麼手機你要打開 因為你要去接受國家警報 我們台灣其實 包括了中華電信很多的單位 我們其實國家警報 我們是設定的非常非常好的 例如說之前在921那天 早上9點21分 不是全國都有那種地震的警報嗎 那個是預警 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微波打出去了 所有的陣列都會去吸收到 所以你第一個 哪一區 因為它飛彈過來的過程當中 我們雷達一吃到 吃到我們不知道它往哪邊飛 我們不能夠判讀 所以我們只能夠去做 很多地方的一個放射 然後再來就重要了 因為不知道飛彈往哪邊打 所以你一定要遠離窗戶 為什麼要遠離窗戶 因為飛彈下來的過程當中 恐怖不是在於它炸到的那個地方 而是飛彈下來的過程當中 它會有震波 震波會一直往外跑 震催 對 震催如果你不小心 就在玻璃旁邊的話 第一個 你就會被玻璃打到 所以你要先離開玻璃旁邊 然後離開玻璃旁邊完之後 再來你要去找到掩蔽物 例如說桌子 或者是上面有什麼遮蓋 一定要在柱子的旁邊 你不要說這個地方很平坦 剛好東西垮了 掉下來剛好壓到你 然後在做的過程當中 這個是過去常常在做的防空警報 現在小朋友在做 你要蹲著 然後要遮著眼睛 嘴巴張開 免得被震到 第一個 眼睛不要被震波 因為有時候它奶會非常非常亮 然後有時候會有震波 然後你要遮著眼睛 嘴巴張開 然後再來穿衣服 這個也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穿衣服的過程當中 如果真的 冰為兇險的過程當中 不要去穿那種奶龍的衣服 為什麼不要穿奶龍的衣服 原來這次真的有所謂的學理 因為奶龍的衣服是塑膠的 對不對 當它遇到熱的過程當中 它會融化 變成一塊很燙的布 貼在你的皮上面 就會變得很難處理 然後還有帽子 千萬不要戴太顯眼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 例如說如果真的是有敵軍 或者是敵人奶 所以熱到冬已經融的話 我們一般人很難生存了吧 當然是很難生存 還有一點就是 剛才不是在談反攻痛的一個問題嗎 其實現在還有個比較簡單的就是 包括簡單的食物 飲水 藥物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在日本的操作守則當中 他們通通都有 為什麼一定要有 我今天看到有網友寫說 什麼要囤米 然後肉要醃好 可是我想說如果真的開戰的時候 還有時間煮飯跟烤肉 當然是沒有 其實要準備簡單的 軍隊 我們用軍隊的最簡單 軍隊他們在集行軍的過程當中 他們吃什麼 吃營養口糧 吃乾的牛肉條 然後配水 如果真的有發生什麼事情 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藥物 因為如果電力不見了 或者是交通沒有了 那你醫院還有辦法動嗎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民眾在問說 那鈔票怎麼辦 鈔票 鈔票能夠留就留 如果真的不能夠留 就到時候要看怎麼換 但後面還有幾個也很重要 第一個 收音機的不斷壞一定要有 為什麼 萬一真的連國家警報系統 都被毀掉了 那收音機你要能夠 收音機我特別有感覺 因為之前不是有一次 全台大停電 921那次嗎 不是 那一次 另外一次 815 815大停電那一次 真的是只有收音機 可以接收到訊息 對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 連那個所謂的交通塔的訊號 基地台的訊號 通通都沒有了 如果其實最簡單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開始展震簡單封鎖的過程當中 我們台灣現在的電力 70%燃油 燃煤 天然氣 然後我們燃油還好 我們燃油還可以儲存90天 要說你知道嗎 我們的天然氣儲存 只有10天到15天 所以一直有人說 我們的海邊如果被封鎖的話 不到半個月就完了 就沒有辦法發電了 所以收音機 記得裡面要有電池 收音機裡面要有電池 然後再來各地的避難所 你一定要了解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全世界的 標準操作守則 避難所很多人會說 避難所是哪邊 避難所很簡單 公家單位 是什麼禮民中心 公民中心 這個可以 學校的大禮堂也可以 那些所謂的體育館也可以 避難所你要知道在哪邊 最後部分 安全阻隔措施 例如說之前我們台灣有一陣子 那個膠布賣很好 之前在中東戰爭的過程當中 每天這樣子彈打來打去 牆壁出現洞 根本沒辦法補 怎麼辦 用膠布 先貼起來 兵胸戰危 我們希望很多事情不要發生 但是這些該懂的事情 如果每天戰機一直來 今天早上很多人 是神經比較大條 怎麼這麼大聲 飛機來了 轉身繼續睡 有些人是起來的過程當中 煩惱跟他睡不著 每個人對於整個災難 程度都不一樣 但是該了解的你要了解 該準備的你要準備 因為有備才能夠無患 還有很多民眾在討論 到底哪一些地方 阿強的絕對不會打 是絕對非常安全 我們等一下回來討論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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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